大家有没有试过用了5-10年的不基本电脑,每次开机都出现错误资讯呢? 而且开机后时间和日期重设为出厂年份 问题是电脑内有一小零件出现问题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更换及检查 用几元就可修复问题 今天用联想X201不电示范如何更换有关零件 先关机 插除电池 插除9粒螺丝 轻轻向前叫就可将键盘翻起 拔除接线 插除键盘后可见到那粒小零件 拔除触控板接线 插除键盘后可见到那粒小零件 此零件是负负电脑断电后,保持时钟运作和BIOS设定 内里包裹着一粒类似手标电池,型号多数是CR2032或CR2020 电压为3伏 网购可买到相同款式 亦可自行看接相同电压的小电池 不过看接时间不能太长 看接时过热会令电池爆炸 所以建议网购吧 网购时搜寻,不基本扭扣电池 就可找到不同款式 不同大小的小电池都可买到 如果你换键盘时见到小电池 亦可用慢用标量度是否需要更换 量度到它只有2.8伏或以下 便要准备网购更换 装回外壳及键盘 装回9粒螺丝就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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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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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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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